上千名土匪神秘消失的洞穴 尽头出现室外桃源 煽动你的刺鼻气味 为什么闻起来像葱油饼 难道还有土匪后裔居住 洞口散落的百骨经历了怎样的故事 专业探洞全程防护 请勿模仿 现在我们就从这个密林当中 向洞口进发 现在我们是边分两路 桃哥走上面 我们走下面 好 现在我们已经 到了这个洞口 大家看这个门口的 去了这个防御公司 已经常破不堪了 快来快来 好多遗迹 快来 看这个叶红 你看这是个叶红吗 哦 牛糊 你咋不说 黄山九个野生堆有的 这里还有骨头 这里还有骨头 嘴尖的骨头是骨头 嘴尖的骨头就是骨头 现在我们刚抵达洞口 就发现了这些 器皿的碎片 然后还有一些 哇 还有动物骨头和人骨混杂 好 现在我们往洞道深处前进 女队友伙伴儿 刚刚去这个洞道里面探了一下 是可以有一个小窗口看到外面 但是没有深入的洞道 这个洞口看起来非常的干燥 然后这边还有人为生过火的痕迹 刚好2米左右的高度 我天 这边又发现了骨头 后面 后面也有 看这个 那 前面也有 这边的土明显是被灼烧过的痕迹 是红色的 然后这边还有瓷器的碎片 瓷器的碎片 就这边 到这里动到比较扁霞 我们要弯着腰在里面才能前进 然后这边应该是曾经在这里取过消土的 这里是有一点点潮湿 这里有很多蝙蝠的粪便 哇塞 诶诶诶诶 这边有很多注物石 都长得已经顶到了地下 留下来的这些小窗口 我们从这里进去 包包挂住了 很多蝙蝠的粪便 小北镇那边 感觉这个洞道还非常的深啊 从这边进来 这里有几只小台机啊 这边的洞窗变得稍微高了一点 但是在这个位置呢 在这个位置呢 明显感觉到很凉爽 有风吹过来 好 现在继续往里走 然后我们从这边过来 这要动到 向下延伸 队友刚刚在下面探论一下 说下面有一个巨大的裂缝 大概有六七十米高 需要神降 然后现在我们在这里 等袍哥过来 一起下去 当地的向导安哥已经返回了 我们从这里去看一下 那个他的断崖 这边都是有抬招出来的 小盘街啊 方便行走 有点适合哟 到了这个洞窗里面 非常刺鼻的一股味道 下面非常凉快 特别刺鼻的味道 有个炒大吃的味道 葱油饼的味道受伤 嗯 这里 散发着 葱油饼的味道 哇 看在里面有钢炭 煤炭 这是煤炭 这是煤炭 哦 那个雀 这以前的人还在这烧煤啊 这个灶台里面 这个储子被烧成红色了 但是已经破损了啊 我们看一下这边 这边也有一个灶台 很明显 这是烧过煤的 很明显 这是烧过煤的 很明显 这是烧过煤的 这边有两个销坑 哇 到这边来 还是有水流哈 大家看这些泥土砂石 对这个水 松砂的痕迹啊 现在继续往前 这个洞道的形状 一直是一种拱形的顶啊 对 这也是之前的 夏阳你感觉这个像不像蔬菜大鸿 呵呵呵 有点像啊 它一直都是这个圆形成顶啊 对 松蔬菜不行 估计松蘑菇还是可以 哦 这里面都来看 松蘑菇 嗯 这里有裂缝了吗 应该是销水坑啊 应该是销水坑啊 没有动刀了 这边有明显的人为开凿过 销土的痕迹啊 然后现在 我们返回到那个岔道那里 去看一下三王哥寿的那个大裂缝 据说有六七十米高 一个碗的长片 这种青花碗 嗯 非常漂亮 现在呢 我们要从这个小洞口里面 钻进去啊 我们都要 蹲着 慢慢的前进 它还有一点挂包啊 这边有很大的风吹过来 哦 前面是四外桃园吗 三王哥刚刚到前面查探了一下 哦 说是四外桃园 这边 这里向下了 也是 开走出来的这个小凤凤啊 有小台阶 大家千万不要模仿啊 刚刚我们就从那个位置下来了 这边就可以站着行走了 走 继续往前 哇塞 我好像一看到光了 呼呼 什么情况 哇 哇 哇 我的天啊 哇 哇 好高 这个六七十米一点都不夸张啊 我身后呢就是我们刚刚发现的那个四外桃园啊 在我们探索的这个洞道里面呢 没有发现老哥说的那个一千多个土匪被困死在里面的遗迹 除了洞口发现的有一些白骨之外啊 然后里面就是一些 器皿的一些碎片 然后还有一些熬笑的遗迹 那么 那些人会不会是逃往了这个四外桃园下面呢 我们也不得而知啊 我们六十秒的绳子肯定是到不了底啊 本期的视频呢就到这里啊 我们先出去整理装备 下个视频带领大家去到这个四外桃园下面去继续探索 好了 拜拜